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元节是跟上元节相对应的 增月食物叫上元节 能力的7月15是中元节 增月节主要是大上凡 就是鬼节 一般都会孝子孝酸 孝女 准备丰盛的食物 纸钱 祭祀品送到祖先的凡上凡 那今天呢 我们就结合好多记住前世的再生人 根据他们回忆啊 他们前世在投胎之前 居住在这个饭厂的时候啊 在这个鬼节的体验 所以呢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奉献给广大的鬼友 我们祝福呢 广大鬼友呢 到日找到这个理想的 投胎的对象 惩罚人间 好 那这个鬼呢 其实大多数人啊 都或多或少的 需要做一段时间的鬼 首先呢 很多人是有两个灵魂的 其中 有一个再生人就跟我说 他在返厂住了八个月 然后他说 这个在住在帆墓里面的这个鬼啊 一半以上是成双成对的 话句话说 就是有好多人死后三起会翻离出两个灵魂 大家看这本书呢 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就是非常明确的说 人死后啊 翻离出两个灵魂 有些还有翻别投胎的 好 从三起翻别翻离出一个或两个灵魂之后呢 其中有一个主灵魂 还有一个副灵魂 这个主灵魂 一般来说 会很快先去投胎 那我计算了一下 统计了一百个人的数据就是 最短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最短的时间一个小时是说 前面这个人死了 然后一小时之后 他的灵魂就在另一个地方投胎了 这是最短的一小时 最漫长的是一个四十二年的案例 就在眼前做鬼也做了四十二年才投胎 但是平均呢 就是做了一个平均等级 这个平均呢 就是用签数来计算的 比如说 第一个案例 他做鬼多少钱 第二个案例多少钱 先不要知道 道爷大家哈 好 这个正在做节目呢 第三个案例 做鬼多少钱 然后呢 这个进行平均 把所有的签数加起来平均 那这个平均数字呢 是刚好是六百六十六天 就是说 根据这一百个人 这一百个人也是随机的 所以应该有一定的腾计意义 这一百个人的腾计结果就是六百六十六天 所以呢 接近两年的时间 平均来说 一个人死后啊 他的灵魂在阴间要待两年的时间 那这样就有很多人说了 哎呀 我祖宗都死了八年了 还上什么烦呀 你看李老师说 平均六百六十六天就投胎了 这个 我先说一下啊 这个六百六十六天 同记的是主灵魂啊 那还有一个负灵魂呢 就是人死了以后 往往是有两个灵魂 这个负灵魂呢 主要的工作就是守烦呀 就是在灵魂里面 在关卡里守灵 那这个十年呢 就长达十多年 甚至几十年 那当今人的说法就是十五年到二十年 那其中有一个案例呢 就是他有两个灵魂 有两个灵魂 其中一个主灵魂呢 就在一个月之内就投胎了 而这个负灵魂在灵魂里面守灵十五年 就是这个案例 识卷这个案例 这个负灵魂在灵魂里面守灵十五年 在继十五年 鬼姐的时候啊 他妻子去上灵 然后呢 他在灵里看见了 说 哎 我老婆今年又来上灵了 哎呀 我在灵里已经待了十五年了 我也不想待了 干脆跟他回家啊 回老家找恶何事的怨妇 脱胎算了 然后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他老婆上车 他也上车 一块坐更交车 就回来了 后来以后呢 征途在一个村庄里面就停下来了 因为他看见一个怨妇啊 就到人家家里去呆着 然后就脱胎了 所以两个人呢 都说 哎 我前世都是谁是谁 说的事都差不多 所以 这个守灵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 那这个案例呢 就守了十五年 所以说 啊 这个上灵啊 你也不知道祖政是不是去投胎了 也不知道这个祖政的妇灵魂是不是去投胎了 所以上灵呢 还是要上的 就算你的祖政啊 死了二十年了 你只要活着 你是一个活人 我认为就有义务啊 对你的 你所知道的所有的祖政啊 都应该上灵 爷爷 僧爷爷 都要去上 好 这是 啊 啊 就是说 虽然有轮回 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 给祖政上灵的一个 呃 实际的理由 就是 可能有个父灵魂在坊里住着 好 那这个鬼节这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呃 我们知道这个鬼啊 呃 有人说不是有六道轮回吗 呃 有 这个 天人 啊 呃 人道 呃 呃 天道 还有这个 修罗道 人道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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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舒服服的 那很熟 极个别的鬼啊 他提前入住 奸生有屠胎的家庭 跟着奸生的家人吃住 那可能吃得每段话 都能吃饱 普通的鬼啊 特别是住在野外的 住在这个樊山的 住在樊墓里面的鬼 大部分人 对不起啊 大部分鬼 都是 三叉五双啊 都是非常饥饿的 你想想 他有什么可吃的 你就算孝敬祖增啊 特别是汉人啊 现在的汉人 那不就是 鬼节 七月十五清明节 还有大年三十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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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个别的日子 到樊上去 剩一点耕养吗 大部分时间就自己大吃大喝 哪管祖增死活 先去 特别是现在的生活压力 这么大 所以说这个 做鬼的日子 确实是非常非常 饥饿的 其实有一个在生人就跟我说 他十八岁啊 在这个 广西的这个 桂林 抗日 死了 你像他爸爸 他爸妈也死了 他妹妹也死了 全家都去炫国了 那当然没有后人去纪念了 大家都 都希望别人为国捐去 都希望自己在后面相扶 这是 汉人的一个略干性 都希望别人去牺牲 然后自己相扶 所以呢 那也没有人 送祭子品 也没有人给他烧纸 这烧纸吧 有钱在 烟间的商店可以买点东西 好像这些人呢 饿的就只有吃草 他说他一个人当了二十多年的鬼啊 经常饿的太饿了 就吃草啊 吃路边的草啊 好 我们继续讨论这个烟间的鬼节 所以这些鬼呢 那清明了 还有这个鬼节 想兼迁这个特殊的日子 7月15 可以说就是鬼的狂欢节 有一大批的人啊 都到帆上去 给祖先烧纸 送酒 送饭 这个 所以鬼呢 就可以大吃一顿 但是情况呢 有几个奇形给大家 第一 如果大家送羹养 特别是猪啦 这个肉啦 什么的 一定要切成小块 其中有一个带上来就说 他当时看见一个 一个场景 一个什么场景呢 就是有一户人家 给他的祖先啊 送了一个大猪头 哈哈 这个猪头也没割开啊 整个的一个大猪头 送给他的祖先吃 那想法挺好的 让祖这个饱饭一顿 但实际情况是 他的祖这个年龄太大了 人家在反复把这个大猪头啊 送到这个烦钱的时候啊 他的祖这个就没抢到 被几个年轻的鬼啊 有些鬼比如说三十岁二十岁死的 这就是年轻的鬼 强壮的鬼 其中的一个鬼 就把这个大猪头抢去了 抢去之后呢 就抱到自己的烦里面去吃 自己的祖能反而吃不到 所以呢 你当然就是 他就明确的跟我说 这个鬼姐 搞祭司品 一定要把那些肉啊 切成小块 这样的话 这个 就算别人抢去一些 他要一块一块的拿 是吧 自己的祖能还能吃到一点 你要是送一个大猪头上去 你的祖这个又不行 又不能打 又不能抢 你的祖能呢 连个猪耳朵 猪魔都吃不到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所谓的凡呀 其实 呃 就是这个 一个个的家庭 一个凡山就是一个村庄 每一个凡都是一个家庭 里面可以住一个鬼 也可以住两个鬼 这不好讲 这是祭司品要翻缝的问题 接着这个钱的问题 这个钱有两种 指钱 一种是指头 就是指的 有的是黄纸在上面打了一些验汉 还有一种呢 就是直接验刷好的 什么一百元的 十元的 还有一万元的 我还见过这个 在平阳见过验刷的钞票 一百万亿 验了摩特登的图在上面 这个 呃 那我调查的结果 啊 从在圣人里面调查的结果就是 呃 这个指钱啊 不管上面验了这个一百 还是一百万 还是一百亿 烧完了之后 都是一张呃 阴间的钱 就是一百元的钱 有 面额没有关系 就是 你这个 烧完了以后啊 他不是一包纸吗 烧烧烧烧 如果没有烧彻底 那就变不成钱 必须是完全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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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伙计 所以说烟监不是大家想象的 就是静态的 只有鬼没有其他的 烟监是一个完整的社会 有商店 有庚厂 有衙门 有管理人员 所以有家 家就是坟 坟的周边就有商店 这些商店在鬼看来是商店 在人看来就是 什么也看不见 所以呢这个 这个圆宝啊 当然有人烧的是圆宝 就是那个兼职做的圆宝 那这些烧完之后呢 都会变成一个盐币 就是硬币 也是可以买东西的 所以说烧的枝头是有硬的 其实有一个老太太 在季陵有一个老太太 她给她妈烧了 她儿子烧了清明节 烧了鬼节 烧了好多枝头 烧完之后 接着前晚上 老太太就托梦了 跟她儿子说 哎呀 你这次烧的钱好多 给我送的钱 一大把钱呢 我都数不过来是多少钱 因为老人是个歪毛 活着的时候就不会数钱 也没见过多少钱 很穷 她儿子烧了一大堆之头 结果她搞了一大把钱 她说我花不了啊 这么多钱 我想个办法给你花吧 哎 结果呢 老人呢 就想了个办法 给她儿子提供了一个商业机会 她儿子竟然发了一笔财 所以只要这个 这个给祖先烧钱呢 首先记忆呢 祖先呢 可以改善生活 买点衣服啦 什么的 帽子啦 她也要硬度啊 做点人情啦 烟尖也是个社会啊 也有七谷八谊 什么的 也有这个就是做事情 第二呢 这个赌人的钱花不了啊 可以给你清了一点商业机会 具体什么机会 大家上网 不是上网书征有 这是这个钱的问题 那这个鬼节呢 这个因为呢 一年的时间 大家没有什么好东西吃 突然挣了这么多好东西 这个纪律就是不太好 就是哼抢 抢钱 抢东西 普遍存在 可能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 所以呢 就是事实就是如此 那没有办法的事情 上网的时候啊 大家就是 尖量得多烧一点之头 然后再的使我 尖量得就多翻成小块 那这个争抢的过程呢 就是在鬼看来啊 比如说你摆上十个馒头 或者几条鸡腿 或者什么猪头啊 在很短的时间内摆上去之后 就被凡山的很多鬼给抢光了 他们吃东西 鬼吃东西是不硬筷子 不硬餐去 直接用手抓 就这样用手抓 所以这一期中有一个鬼啊 他在凡山待了几年 他都知道这个情况 就是说每次 这个清明节 或者是七月十五鬼节 他就看见这个鬼啊 就抓馒头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鬼啊 这个日子 他也不洗手 不洗脸 不洗衣服 那个手都是黑手 鬼的手都是黑手 他抓馒头 抓了以后呢 馒头乌黑 抓起来吃 但是对人来说 人是看不见的 馒头还在这 所以鬼抓走的馒头 是馒头的灵魂 但是对鬼来说呢 抓走了就没有了 有七个馒头 来七个鬼 一个鬼抓走一个 那就一个也没有了 不过这个鬼 抓馒头的过程 鬼是看得见的 馒头黑黑的 被这个脏手都抓黑了 然后这鬼也拿起来 就吃就开 所以这个人 偷胎之后啊 今生啊 从小就不吃上根的东西 他跟父母说 上根的东西 我才不吃呢 那父母说 为什么 他说 这些馒头啊 这些东西 都被这个鬼啊 搞脏了 所以就不吃 好 那这样就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上根的根品 根完了以后啊 活着能不能吃的问题 其实是可以吃的 因为 从外观上看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个馒头了 或者是一些食物 橘子了 苹果了 他的灵魂啊 都被鬼吃掉了 活着再去吃的时候啊 口味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就是口味会变淡 接着这些东西 会坏得很快 其中呢 这个实验呢 我亲自经历过 就是中约 大概 中约十六 有一次 我到平洋 一个再生人 无可复家 去做客 他妈呢 没有提前 打招呼 就做了七碗 这个粗茶淡饭 所谓的粗茶淡饭呢 这个茶是用锅煮的茶 淡饭呢 其实就是用那个 把扒 就是一张铲子 真果的一张传统食物 就祭祀祖祖祖祖 最正正的祭祖祖祖祖的东西 是用爸爸来祭祀 其实汉人呀 几千年前 古代都是用铲子来做 祭祀祖祖祖的 就是有讲究的 鬼节祭祖祖祖祖 是不能用面肺 不能用小妹来祭祀祖祖祖 要用铲子 铲子咸言什么 咸言铲子 表示只算旺盛的意思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所谓的铲子 就是一种草子 类似野草的那么一张东西 其实是古代的一张 子作物 古代的一张粮食作物 一直到五六十年代 还有人珍 现在就珍得很少很少 那这个实验呢 祭祀完祖祖祖祖 做了仪式之后 就开始招待我 让我吃 摆了两碗水 说李老师 你仔细品尝品尝 这两碗 凸炒 味道有什么不同 我各喝了几个几口 品尝了一下 我说这碗感觉这个味道很淡 这碗呢味道很浓 我说有什么学外吗 我看见一块一次性做出来的 就是它都是几番争之前 四番争之前 一块一次性逗逗 满里去的嘛 他说哎呀你尝对了 李老师这碗是 刚才祭祀祖祖祖了 所以味道变淡了 那个茶被祖祖喝过了 这碗呢给你单独留的 没有摆在庚桌上 所以呢味道就能烈一些 哦我恍然大悟 这个乌克夫的爸爸 是从小坚决不喝 上过庚的茶水 或者上过庚的酒水 所以说呢上过庚的东西 都被 他的灵魂呀 都被吃掉了或者喝掉了 所以活然再去吃 但是被去喝的时候 味道会变淡很多 但是也可以吃 味道淡一点也可以吃 也没有什么 迷信或者 或者什么问题 不过呢 我相信活然去吃 上过庚的贡品呀 你只能滋养你的肉身 滋养不了你的灵魂 你身体里面有个灵魂 这个灵魂是吃不到了 因为对灵魂来说 啥也没有了 只有一个馒头的 只有一个馒头在 但是馒头的灵魂 已经没有了 这个就是说 刚才说了 这个更便的问题 还有啊 上海呢 是个很恭敬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这个 不要嘻嘻哈哈的 对主人不敬 因为赌灵呢 一年就去口 你就这么实实 这么一点点 对他在坟里 对你看得清清楚楚 其实有一个 诞生人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情节 就是一个小孩 他去 他已经转世了 在鬼姐这一天呢 他到山的西边去上班 给他的 最生的爷爷上班 但是呢 他不知道用什么 特意更能 或者怎么找 他突然看见了 突然识别到了 他这个 今生的儿子 啊不是 前世的儿子 给他的前世的 反正母上班 然后他回家 跟他妈妈说 他里有其罪吗 说 我儿子 木母儿子 特别 这个 对我不敬啊 他妈说 怎么就对你不敬了 今天上班 他说 他把更便 摆好了之后啊 还没有让我出来吃 没有喊我的名字吃 他自己就 咔嚓咔嚓 是砍掉了一个苹果 所以说 这个上课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在 在烦钱吃更便宜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